在这一小节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错误和异常方面的知识啊 那么异常,大家也知道啊,像上一次我们这个文件处理的时候就遇到相关的问题啊 就是当你做了一个打开,用止读模式打开一个不存在的一个文件的时候呢 它就会给你弹出一个错误啊,这个错误叫no such fail or dictionary 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文件或者路径 那么这样的一个错误呢,会导致我们的程序直接就中断了 那么而这样的错误还很有可能在我们生活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所以我们需要对这样的错误呢,进行有预料性的一些处理啊 就是明明会发生,你也知道会发生,但是你却没有管它,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进行处理呢,就叫异常处理 错误呢,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料的啊,它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的 而异常呢,是我们预料到的,而且我们可以针对于已经发生的问题进行提前的处理的 这个呢,我们就管它叫做异常啊 所以我们用程序来演示一下这个过程啊 好,在这样的一个例子里边,我们重新的再新建一个文件 python fail,起个名字啊,叫demo3 好,在这个例子里边呢,我们上来还是先回顾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文件的这样一个打开的过程 f等于open 打开一个文件啊,这个文件呢,比如说就叫text.txt 啊,test吧,test,或者说再直接一点123.txt 我们没有写过这个名字,对不对 然后我们用r的方式来把它进行打开 然后写了这个之后呢,我们为了测试一下这个错误的出现的时间点啊 我们在前后给它写一些字符串 比如说我们在最前边给它写一个 比如这个呢,叫test test出现的位置是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在后边呢,也给它写上一句话 test出现的这个位置是2,间隔一下吧 大家可以看到清晰一点 那么当有这样子的一个语句打出的时候,执行这个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会怎么样啊,执行一下 哎,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执行过程里边呢,我们的第一句话是能正常执行的 但是因为它这个显示的时间的时间差啊 它这个显示错误显得在上面了 但是我们看到程序是肯定执行了第一句话啊 显示出了这样的一句打印语句 但是这个错误呢,大家发现了 它一旦发生了之后,后边的语句就不再执行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异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啊 但是异常的话,到底出现了什么样一个问题 其实人家已经非常清晰的告诉你了 就是一个文件没找到的这么一个error啊 它叫错误 这样的一个error呢,是因为你没有进行处理 是意料之外的东西啊 那你把它处理了,我们就把它叫异常了 对不对 那怎么样进行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处理呢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错误给它copy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使用try catch来进行补货啊 怎么补货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把这一个代码全都给它包起来 就是try 尝试的看一看这段代码有没有问题 既然是我们看到有冒号了啊 后边一定是缩近 是属于它所监控范围内的一个代码段 看看这段代码是不是有可能出错了 那么如果出错了 我们要干嘛呢 在这里边可以有个accept 出现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比如说我们写个io arrow 你写io就有提示啊 冒号 写个pass 大家看到这个啊 我们以前讲过但是没有用过 这个pass就是一个站位是吧 没什么具体的功能 我们这次就写这么几句话 看一下有什么样一个效果 大家看啊 test1打印出来了 test2 没有被打印 但是这一次至少没有报错了啊 为什么没有报错了呢 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叫 异常补货 或者叫补货异常 这样一个过程啊 补货 异常 那前边的这个过程呢 会报错啊 刚才那个过程 我们把它单独的给大家注视一下吧 写到前面来啊 这个过程会报错啊 打开了一个不存在的文件 而且这是一个用止读模式啊 用止读 报错 这报错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后边的这个 这句代码 不会被执行 就这么一个结果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叫 发生了 一个异常 我们把这个注视一下 发生 异常 那么发生了异常 我们怎么样去捕获这个异常呢 就是下边这样一个做法啊 捕获的过程就是用try 把我们可能发生问题的代码段 给它包起来 然后接下来呢 有个except except呢 表示的是说 你出现的错误是什么 它给你列了一个类型 说是不是这种问题呢 如果是这种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所以呢 在这里边就没有任何的代码 被爆出来错误啊 是因为我们把这个错误呢 全部给拦截在这里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 它是捕获到了一个异常 那同学可能说 刚才明明不是这个 是什么文件没找到嘛 诶 文件没找到 就属于输入输出的 这样一个错误啊 所以我在这注视一下 文件没找到 属于 io 异常 也就是 输入 输出 异常 所以 当你捕获到了 这样一个错误的时候呢 执行的代码就写在这儿啊 在这儿 注视一下 那么 补获 异常后 执行的 代码 那么因为我现在没有什么要执行的啊 所以呢 它在这儿就没有打印任何东西 那如果你要是想要在这里边 那它打印什么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写啊 所以我给大家展示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代码段 写一下 咱们看一看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try 冒号 监控一下 注意这是一个英文的啊 英文的 在这地方比如说print 我们直接打印一个number 大家也知道这个 这个我根本没有定义啊 没有定义这个number啊 所以肯定有一个问题在 然后exception accept啊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写个io arrow 冒号 直接打印啊 print 产生 错误了 好 这样一个过程 哎 大家看一下啊 它本身现在就有问题啊 它说 缺掉了一个关闭掉的这么一个范围啊 哎 我们什么东西没有关闭呢 我们看一下print number 啊 其实number没有定义 是不是 我们直接把number先定义一下 看看 啊 不是这个问题 是我们前边的这样的一个注释啊 没有形成一对啊 这个原因 好 好 我们再执行一下 哎 这个number 他直接给我提示了 他说你这个引用不对啊 我们执行一下呢 哎 大家看啊 他确确实实是报了 他说这个文件没找到这个错误 但是前面的错误啊 说明前面我们有一个没有注释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没有注释掉 我们把它再注释一下 然后下边这一段呢 是从这开始到这结束啊 接下来我们再执行线 下面我们这一段 哎 大家看到了哈 这个地方呢 他这次报了一个叫name error name error什么意思啊 他说你这个东西没有定义啊 这就是命名错误啊 也就是说刚才的 我这个io error我能补货到呢 是因为我这个地方的文件没找到 他本来就是io异常 也就是你的异常 必须得跟你补货的这个名字啊 或者类型呢 是相统一的 但是你现在这个呢 你还是io异常 但人家其实不是你io异常的问题啊 你拿这个补货就不对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需要根据你这发生的真实的是什么 啊 你把它copy一下 把它放在这里啊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注释掉吧 把它换成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异常啊 accept 放在这儿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我们再次执行一下 哎 大家看 就直接打印了 产生错误了 啊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 想给大家说明什么呢 就是在这里边啊 异常 类型 想要 被捕获 需要 啊 一致 就里边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你就拿什么样的一个 呃 异常类型给它去捕获到啊 才能够正常运行 否则的话 你这个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 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说 在这个过程里边 怎么样保证我们这儿 很多问题都能够被捕获到呢 啊 有两种做法啊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呢 还有 也有上边这个问题 比如说这样子的 也有上边这个问题 呃 把它 单独举个例子吧 复制一下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放在这儿 同时把上面这个也复制一下 放在这儿 哎 大家看出这段代码的意思了 对吧 我中间用一个空行 前边呢 是一个文件 没找到 这样的一个异常 后边呢 是一个name 这个异常 那么这两个异常呢 分别属于两种类型的 那两个都要同时捕获到怎么办呢 在这加一个逗号 英文的逗号 哎 用这种方式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报错是因为你没有加括号啊 应该把这儿扩起来 哎 这个时候他不报错了 执行一下 大家看产生错误了 上面test1也被打了啊 他自己打完了之后呢 又执行了这句话 报错了啊 报错完了之后呢 下边这个地方 基本上就没有再执行了 包括这个错误 他根本就没有展生啊 他在这个地方就直接中断了 剩下两句都没有执行 因为捕获到了这个异常 所以就跑到这来了 在这些地方呢 想给大家说 将可能产生的 所有异常类型啊 到下边这儿 以括号的这种方式 把它括起来啊 都放到下面的小括号中 啊 这种方式啊 也就是说前面这个没问题呢 那下边还是能捕获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改一下啊 test1 他没有问题 再执行一下 哎 大家看 1 2 都能执行 这个地方就没问题了 但是这次他有问题了 所以这次仍然被捕获到了这个错误啊 所以就是当你有很多错误的时候 你就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放在这儿啊 都放在这儿之后呢 发生了任何一个都可能到这个进行异常处理的这个代码来 啊 这跟我们其他编程语言啊 像C sharp啊 JY啊等等 都是一样的啊 就只要对可能发生异常的 代码给他监控起来 然后有针对的错误类型出现的时候 就执行相应的代码啊 那么当然这种写法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太笼统了啊 那我怎么知道这一次到底是发生了这个还是这个呢 因为有可能我出现这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出现这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怎么办呢 哎 其实在这个地方你还有一个做法啊 可以把这个信息给你打印出来 我们来这样子用一下 我把这个例子呢 给他再复制一份啊 把这个就先放在这里 我们尽可能的每一个知识点呢 就用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啊 那么在接下来这个例子里想给大家说明什么呢 就是可以把我们这个错误信息啊 错误描述给他打印出来 获取 获取 错误描述 怎么获取呢 在这个地方啊 冒号之前你写个as result 当然这个名字你可以随便挤啊 这是个变量名 那么打印的时候除了产生错误了 你还可以把这个result你给他打印出来啊 你看看这个result是什么 我们这次大家也知道 肯定还会犯这个错误啊 我们执行一下 好 产生错误了 下面这句话呢 就是打印出来的 他说名字 number 没有被定义 那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真正报错的时候啊 产生的那样的一个错误提示信息 我们在这就可以打印出来 那这次如果我再尝试一下 让这儿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 又变成123 是这儿犯错了 会怎么样呢 我们再执行一下 哎 大家看 他说 error no such fail or dictionary 123 所以你会发现 他不是那种红色的错误啊 他是以字符串的这种错误信息提示的方式 来告诉你是这个地方犯错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可以让我们 不管是哪一个错误犯了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字符的内容来判断 进而再进行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操作 这就是关于这个错误信息获取的一个地方 但可能有些同学还说了啊 这个我们初学啊 这个我们哪知道有多少个错误类型啊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都要背啊 其实不用啊 我们把这个错误信息呢 可以直接用一个类型把它全部挡扩到啊 那就是所有这些错误信息 其实不管什么错误类型 它们都是错误对不对 或者说它们都是异常对不对 那异常呢 它其实可以统一有一个名字啊 我们把这个名字把它放过来 比如说还是复制它一下 那么补获所有的异常 写一个就行啊 补获所有的异常 直接在这个下边呢 不用写这些了 就写一个exception 它就叫异常啊 只要出错了都归它管 那么当然还是可以把具体的内容打印出来 你就不用一个一个背了啊 到底有什么样错误类型都不用记了 在这里边给大家备注一下 exception 可以啊 可以承接 任何异常啊 它是所有异常的负类啊 是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再执行一下 哎 大家看 没有找到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地方我让它能找到啊 test1 再执行一下 哎 产生错误了 number没定义啊 所以想跟大家说的是 在后边我们的这样一些练习里边 大家可以直接这样写啊 这样的话就不用再区分具体的类型是什么了 刚才之所以给大家介绍那么多呢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啊 到底发生错误的这个调试过程是怎么来的 以及怎么样去发现这些错误的内容来自于哪里 对错误到底该如何监控啊 主要想给大家说明这个问题啊 好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以外呢 其实我还是想给大家再介绍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try catch的嵌套啊 因为在后边我们有些内容呢 它特别长啊 出现错误的地方也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嵌套的方式呢 来把这个内容给它层层的关卡啊 给它做一个监控 所以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写一个 可能我们进行文件处理的时候经常会用的一种方式啊 借这个例子呢 也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try catch的一个嵌套和finally的使用啊 这个大家如果以前学过Java啊什么的这些语言的时候呢 里边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叫finally啊 还有一个是嵌套 finally是什么呢 我可以来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比如说try啊 在这冒号 我先让它打开一个文件 比如说fopen 还是我们刚才这个 打开的呢 比如说就是一个123 123.txt 不存在 而且还是用r的方式来读的 大家知道一定会报错 对不对 那不管怎么样的话 我在这里边写个finally finally的意思啊 是指的是说 我一定要执行的 在这里边呢 我写的代码就是print 这个程序 执行 完毕啊 或者说文件关闭 他表示的是说 不管怎么样 f他都会帮我close掉 也就是打开成功 还是没打开成功 我都会关闭掉 就类似这个意思啊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文件关闭之前 如果还有异常怎么办呢 你不是还有一个accept的吗 写在哪啊 我们说你可以写在这个前边啊 如果出现异常了 你要干什么 就写在这啊 比如说出现一个异常 这个异常呢 我们就拿刚才那个exception 比如说as result 直接给他 当然你不希望打印这个详细信就不用啊 直接在这说发生异常 好 那发生异常之后呢 不管有没有发生异常 这句代码都要被执行 看看能不能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执行一下 首先我们先上来啊 大家看他说f没定义啊 f为什么没定义啊 大家看呢 这个f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属于try catch里边定义的 这就属于一个局部变量了啊 那这个局部变量大家也知道 他是没有办法在外边被使用的 所以在下边这个地方 他自己在这又发生了一个异常啊 那么这个f怎么办呢 那我们肯定在f要在上面定义一下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定义呢 你会发现这个f明明在这里监控的啊 我没有办法定义了 所以注意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这样干啊 我们在这里这样 把这个final day呢写在里边 但是你说你写在里边的时候 里边又没有什么try catch啊 哎是的 所以在这地方呢 我们这样写 try冒号啊 比如说我们在读取的时候 while true啊 比如说一直是在读取 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显示效果 while true啊 content等于fail.read readline 读完一行之后干嘛呢 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文件的长度啊 文件啊 content的这个 这一行字不串 它如果等于零 说明没什么内容啊 没什么内容就break就好了 那如果有什么内容呢 就继续进行下边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让他模拟一个中断的过程啊 比如在这地方import time 这是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可以让我们现在呢 休眠几秒 比如说dare sleep 休眠两秒 两毫秒 在这里边休眠一下呢 接下来我们干嘛 在这直接打印一下 让他缓一缓 打印一下 打印我们这个content 这中间就是想让你进行一些操作啊 来让这个东西故意中断掉 那么进行这个过程里边呢 注意这有个冒号 所以他报错啊 F一句后边有个冒号 好 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可能会犯错误啊 不管是你被中断掉啊 还是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本身这就报错了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子来进行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一下finally 也就是里边如果被中断了 你可以在这finally 直接f.close 把它关闭掉 然后在这选择关闭文件 你说那外边不用关闭吗 外边你根本就没有打开啊 这是不需要的 所以在这地方外边的finally呢 就不需要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呢 想跟大家说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如果你打开了这个文件 但是中间可能发生了意外啊 比如说被强制关闭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把它关闭这个文件啊 才能保证下一次再打开的时候 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那这个finally呢 你在上边f.close 是定义过的 在里边去使用的时候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上边如果没有打开啊 这个地方本身就已经找不到了 那么这个f.close 本身你也不需要关闭 因为它的地址指向呢 就是空的 所以呢 这个想法呢 就这样子被实现了 所以想给大家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呢 有两个点啊 第一个点呢 就是try, catch, finally 就是这一定会被执行 不管你中间是不是中断了 都会被执行这个文件关闭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当你这个外边的try, catch 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里边还有可能发生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呢 你里边还可以再写一层 这样的一个try, finally 这样的一个写法 两层这样的一个嵌套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更多层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呢 给大家讲解的就是说 上一次啊 我们给大家这个留的这个文件的这个例子 那么希望大家结合这个例子 把它结合在一起啊 来完成一个小作业 当然我们先把这个执行一下 先看看结果 大家看这儿发生异常啊 这个发生异常呢 在这里边 我们这里边呢 是没有直接进去啊 是因为这个地方打印的这个过程 还没有被执行 在这儿就已经跳出了 所以中间这个final没有被执行啊 我们把这儿改成一个存在的文件啊 test1 这能顺利打开的 对不对 在这儿我执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开始主行的每隔两秒打印一次啊 这样一个过程啊 打印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啊 不管它正常与否 我们这个final 大家看到都会正常的关闭掉啊 当然你可以找一种方式啊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命令提示符下边 把它强制的给它关闭掉啊 让它看看是不是还执行这个啊 到时候你会发现它还是会执行的 所以这个想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呢 就是想让大家了解 在你写编码的时候啊 不仅仅是要打开读取就够了 还需要充分的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各种异常 然后针对于这些异常呢 一定要保证你的文件呢 有一个完整的关闭的动作的时候 就用finally来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出现任何问题呢 你可以用exception来把它做一个记录啊 或者是做一些处理 建议大家把这个例子呢 消化一下 那么消化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遇到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一个作业了 作业 希望大家结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文件处理的一个过程啊 通过这个python呢 新建一个文件叫股诗啊 .txt 选择一首股诗写到文件里 这个大家已经学过了 是吧 就写入文件嘛 接下来呢 再写一个函数啊 读取这个股诗 把它们复制到这个copy.txt里边 输出完毕呢 在控制台里面显示输出完毕啊 或者复制完毕 其实这个过程里边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这个 呃看到的那个os里边有类似的拷贝的这样一个功能 相当我们自己写一个文件拷贝的这么一个小程序 那建议大家呢 可以写两个函数啊 分别一个是读 一个是写 那么尽可能的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异常处理呢 给它添上啊 保证我们这个程序的一个相当于是健壮度啊 完整度 或者说出了问题之后呢 能有一个正常的提示啊 你可以有些问题解决不了 但是不能够以崩溃的方式来推出 这个就是让大家来进行的一个练习 好 关于文件异常处理 我们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